今天是高雄县市合并两周年 我们市长陈菊虽然遭逢母丧 但他仍然出席了两周年的就职记者会 除了感谢各界关心之外 也向市民报告这两年来的市政成果 尽管遭逢母丧 高雄市长陈菊仍照原定计划出席市政行程 面对各界关心强忍悲痛 除了表达感谢也晚谢花圈电仪 我们是一个平衡的家庭 我们认为母丧对我们的家人亲人 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绝对谢谢大家 希望支持我们家人共同的决定 晚谢首领花篮花千晚年定 由于今天就是县市合并届满两周年 市府团队在一位市长 三位副市长 一位秘书长带领下 顺众召开记者会 说明市政成果 从交通 治水 谈到创造人流汇聚的 移居城市 我们朝着高高频这样的目标 我们建设的落实 所以在今天我们市府团队 用一句话汇流这个智慧 来做我们这一次记者会的主题 来描述我们市政发展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而备受关注的财政问题 他指出目前整体看来是稳健得宜的 不过还是期待中央落实财政政议 下放财政资源 释出活化国有土地 才能让高雄有更丰沛的资源 带动城市 未来发展 港东新闻我聚与柳志胜采访报道